操场上,律师善美正和女儿小英一起参加亲子接力赛 在前,母女俩一起相互加油打气 最终善美在小英的鼓励之下,第一个跑过终点 兴奋的她,想第一时间将这份喜悦分享给女儿 但没想到,善美一回头却发现小英不在身后 她意识到不对劲,立马开始焦急地寻找 而这时的操场上,到处都是学生跟家长现场十分混乱 她根本无计可寻 就这样,善美的女儿消失了 难道是善美在工作时得罪什么人导致小英被抓 还是说另有隐情 画面一转,接到善美的报案 警察立即对周边展开调查 没过多久,劫匪给善美打了电话 警告她,要想再见到小英就乖乖听话,不要报警 同时,她还传来几张女儿的照片 没办法,救女心气的善美只好找个借口撤销了报案 很快,她再次接到绑匪的电话 源于绑匪是为了钱,却不想对方 居然要求她帮杀人犯昌浩在二审时偷罪 原来,善美在韩国律师界被誉为长胜将军 凡是经她之手的案件,无不例外全部申诉 挂断电话以后,善美立马来到检察院 找出关于昌浩的案件资料 了解到,被害者名叫张慧珍 是名异大雕塑系的一名研究生 一个月前在家中被人残忍杀害 然后抛尸业外 之后,警察根据家中遗留的指纹跟脚印 将犯有多次前科的嫌疑人昌浩逮捕归案 比较奇怪的是,这起凶杀案连凶器都没有找到 警方就对昌浩提起上诉 而且速度之快,让善美感觉到事情很不简单 眼看距离二审只剩下三天 善美赶紧来到监狱找到昌浩了解经过 事发当天,昌浩为给病重的母亲筹齐医药费 不惜铤而走险入室盗窃 没想到,刚推开一户人家的门 就发现被害者倒在血泼之中 昌浩被吓得急忙跑出去 而指纹跟脚印就是在这时候留下的 所以说她不认识张慧珍 只是碰巧遇上这事 之后,善美通过警察朋友老金的帮忙 找到负责此案的法医 根据尸体被破坏程度来看 法医感觉这起案件是冲动性犯罪 但尸体却被清理得很干净 看着又像是预谋型 这两点互相矛盾 法医从伤口的痕迹判断 凶器应该是一把雕刻刀 同时,她还从被害者身上检测出少量毒品 由此可见,张慧珍很有可能在被害前吸食过毒品 随后,老金带领善美来到案发现场 根据老金的描述 事发时,张慧珍被凶手用雕刻刀砍死在沙发上 然后抛尸野外 善美认为,受害者能死在沙发上 说明她可能认识凶手 要不然是不会将凶手领进家门的 而且张慧珍家是新兴索 就算是专业师傅来了,也打不开 结合找到的线索 善美感觉昌浩应该不是凶手 毕竟两人之间并不认识 最重要的是,凶手能将尸体处理得如此干净 又怎么可能会在现场留下指纹跟足迹 这只能说明凶手另有其人 现在只要找到此人,善美才有打赢这场官司救下女儿 于是善美开始从张慧珍的身边入手调查 经过一番调查打听 找到她的前男友小白 根据小白所说 张慧珍之前是一个乖乖女 但自从在酒吧认识一个带着鼻环的海外留学生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而且还跟她提出了分手 案发当天,小白气不过,想找张慧珍谈谈 没想到,刚到张慧珍楼下就看见她的车离开 小白紧随其后跟上去 谁知半路上张慧珍的车发生车祸 返回了家 大约过了十分钟 张慧珍的车又被开了出来 小白认为车里面坐着的一定是那对狗男女 她怕控制不住自己做错事 便没有继续跟下去 选择回了家 就在这时,善美突然接到绑匪电话 称小鹰吃过鳗鱼以后 过敏严重,急需药物治疗 对方让善美前往指定地点送药 来不及多想,善美直接拿药 来到劫匪指定的位置 劫匪让她把药绑在一条狗上 随后,狗跳进劫匪车里 快速离开了这里 善美见状开车想去追 但已经为时已晚 就在这时,老金突然从后座坐起来 原来,昨天晚上 她见善美慌里慌张的样子 内心感觉到不安 于是便一直躲在善美汽车的后备箱里 事到如今,善美只好将女儿 被绑架的事情告诉了老金 到这时,老金才知道 善美为何非要帮一个人扎辩护 同时,也下定决定帮她救回女儿 与此同时,一个神秘人前往监狱看望昌浩 让她出狱后前往某地下停车场见面 而老金这边通过小白提供的线索 成功找到留学生志源 却发现她因为吸毒过量 导致精神出现问题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在张慧珍遇害前,她就已经在医院 所以老金认为志源不是凶手 但善美却执意要去看看 就这样,两人一路来到精神病院 见到志源 当善美提起张慧珍时 志源的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 抓住善美的衣服就要揍她 好在医生及时赶到安抚住志源 就在这时,院长来到这里 将两人直接赶了出去 称志源是一级保护病患 只有监护人才有资格探望 回去的路上 善美意外从口袋里找到一张带血的纸条 上面写着 我知道谁杀了张慧珍 两人立马折返回去 但是却遭到了医院的阻拦 为了能够见到志源 老金直接带着善美来到地下停车场 触发了火警 制造医院混乱 而善美趁此机会 找到志源逼问凶手是谁 没想到 志源却在这时装傻失口否认 一直重复一句话 不管你做什么 他们都会比你快一步 很快 时间来到二审这天 法庭上善美抓住昌浩 并不认识受害者这一点进行辩护 虽然昌浩之前劣迹斑斑 但不能因此冤枉他是杀人凶手 事发当天 张慧珍是亲自将凶手领进家门进行交谈 之后 两人不知为何发生争执 情节之下 凶手杀人 而昌浩并不认识被害者 他只是恰巧来到被害者家中 看到尸体 慌里慌张之下 留下指纹 没想到 控方却在这时 传唤出一个人重要人证 昌浩的老婆阿美 在这里 阿美一口咬定 昌浩跟受害者认识 那天 他也不是去偷东西 而是去买毒品给张慧珍 事情发展到这 剧情来了一个360度大反转 这下 善美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同时 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阿美会出庭 当作证人呢 另一边 老金为了找到小英的下落 前往昌浩家里寻找线索 没想到 意外翻出 昌浩给母亲买的巨额保险 随后 老金将这个消息告诉善美 到这时 他终于明白 阿美当作证人的原因 如果说昌浩死在牢里 那巨额保险的受益人 就会变成阿美 就在善美一筹莫展之时 张慧珍葬礼上的照片里的一个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 善美通过仔细辨认发现 居然是志源 但是 按照他们调查的时间 志源那天应该是在医院治疗 现在却出现在葬礼现场 这说明 医院有人说谎 善美立马驱车赶到医院 想问个明白 没想到 志源已经被监护人带走 至于这个人是谁 院长不肯透露 于是善美委托老金仔细调查 结果发现 志源的父亲居然是调检察长 怪不得昌浩的案件审判进度那么快 原来是后面有个高管在施压 现在种种疑点都指向志源 就在这时 又传了一个好消息 张慧珍案发当晚的汽车 在废弃厂找到了 警方还在后备箱 找到一个带血的鼻环 善美得知消息以后 准备将那张带血的纸条 拿给法医 让他跟找到的鼻环血迹 进行DNA对比 如果两者相吻合的话 那凶手就是志源 没想到 善美刚到家 就被几个混混控制住 随后 混混头目 任叔跟朴检察长走了出来 其中任叔是善美之前的一个雇主 任叔很感谢善美 帮他打赢那场官司 得以免除牢狱之灾 但现在任叔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被逼无奈 谁让朴检察长手里 有他的犯罪证据 事到如今 朴检察长一边销毁 关于志源的证据 一边告诉善美 他儿子跟志气凶杀案 一点关系都没有 事发那天 志源半夜突然开车回家 朴检察长一眼就看出 神志不清的儿子吸毒了 而志源也根本不记得 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等他清醒过来以后 发现陈慧珍已经倒在血泼之中 志源以为是自己吸毒过量 产生幻觉杀了人 于是便将尸体拉回家 朴检察长见状 直接派手下将尸体 跟现场志源的痕迹处理干净 接着警方抓住昌号 朴检察长本以为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 但没想到 善美突然腾空站出来 事到如今 为了保护儿子 他只能将善美除掉 临走前 朴检察长让任叔把煤气罐割开 准备烧死善美 好在善美拼命挣扎 得以逃过一劫 很快 时间来到开庭这天 善美根据手上掌握的线索 跟已知的信息 居然同意控方的观点 昌号确实是凶手 随后 他将案情大致还原 事发当天 昌号来到陈慧珍家里 索要毒资 当看到貌美如画的受害者时 他心生歹念 却不想遭到陈慧珍的激烈反抗 情急之下 昌号捡起地上的雕刻刀 将他杀死 随后便驾驶陈慧珍的车逃跑 谁知半路上遭遇车祸 于是将车又开了回来 没过多久 吸食毒品过量的志员 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看到陈慧珍的尸体 他以为是自己产生幻觉 杀了女友 于是便开车 带着女友尸体返回家中 之后 朴检察长 见状立马安排人毁尸灭迹 这时 控方律师表示 扇美刚才所说的一切 都只是推论并没有证据 紧接着 扇美便反问对方 你有实质证据证明 凶手就是昌号吗 其实警方到现在 都没有找到案件的关键证据 也就是那把雕刻刀 所以扇美认为 控方律师对昌号的指控 也只是推论而已 就在这时 任书突然出现在法庭上 并带来一份录音 里面是朴检察长 在扇美加时的录音 随着录音的曝光 朴检察长被当庭逮捕 而昌号却因为缺少那把 沾有指纹的雕刻刀 无罪释放 昌号出狱以后 绑匪也信守承诺 释放小英 另一边 昌号来到停车场 准备跟神秘人见面 没想到 他却被人开车撞晕过去 等昌号醒来 发现自己被锁在 一个陌生的厂房里 身边全是汽油 同时旁边还放着一张 刚打印出来的纸 上面写着 听说这世界上 最痛苦的死法是火烧 就在这时 神秘人点燃地上汽油 将昌号活活烧死 影片最后 扇美带着女儿 来跟张慧珍的母亲 梅姨道歉 她很抱歉 没有找到凶器 将昌号绳之一发 但梅姨却一点也不难过 还说道 看着小英回来 她很开心 听到这话 扇美猛然意识到不对劲 除了老金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小英被绑架的事情 到这时 梅姨说出真相 原来梅姨就是神秘人 而那把凶器 也是被她藏了起来 至于绑架案 也是她一手策划的 为的就是帮昌号出狱 她好亲自帮女儿报仇 就在这时 接到梅姨报警的警察 来到这里 将她带走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七天 是一部上映于 2007年的犯罪惊悚电影 本片在故事情节上 设计的十分精彩 整个案件扑朔迷离 犹如抽丝剥茧一般 慢慢地将谜底呈现出来 让观众情不自禁地 跟着镜头往下走 而且导演还故意 设置一些反转 吊足了人的胃口 喜欢的小伙伴 确实值得一看 我是范叔 我们下期见